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马上会问 一个小店当然也需要过路课呀 只需要回头课就够了吗 而且如何才能赢得更多的回头课呢 其实上一集因为时间原因 没法念一篇我两年前写的文章给大家听 在今天开始讲解之前 我先念一下这篇文章的核心部分 请大家结合上一集一起来思考 应该思路就会更加清晰了 我的这篇文章是大概三年前写的 名字叫小众市场其实不小 文章开始是这样的 我在我的微博里面不止一次的呼吁 我们的小小咖啡馆不是要去改变一座城 只需要改变百事来好人 就够你把小日子过得很好了 我这么呼吁的原因是 总有学员跟我说 我们那个城市没有什么人喝咖啡 能不能开一间像秤次这样的咖啡馆呢 其实按照这个逻辑 武汉人喝咖啡的比例也少得可怜 可能你马上会反驳 武汉人多啊 是的 武汉有一千多万人 但我告诉你 武汉有多少间咖啡馆呢 两年前就大概有五百多间了 现在估计有一千间 那么把有限的喝咖啡的人 平均分给这一千个店 其实每个店能够覆盖的人群 数量也非常少 甚至有可能比你在一个小城市 能够覆盖的人群还要少 其实当你在说 你们那个城市的人不怎么喝咖啡的时候 大概依据的是 你们那个小城市 看不到几个你想要的咖啡馆 在我看来那其实是好事 如果你开了 你的小小咖啡馆 在你那个小城市里 所覆盖的人口数 可能比武汉这么多咖啡馆 分摊到头上的人口数还要多 我这么说话 大概大家听起来有点抬杠的意味 我们还是一起来回答一个问题吧 你能做一个大家都需要的产品 然后有能力卖给所有的人吗 显然我们都不能 连乔布斯都不能 喜欢苹果的人当然不少 但是华为 三星 谁在买呢 可见好的东西也有竞争对手 也不可能征服所有人 覆盖所有人 不可否认 咖啡在中国是一个小众市场 我们称赐咖啡从2007年走到现在 日子过得一直都不错 其实证明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小众市场 其实不小 有些人听到这儿可能喜欢强调这里面有我个人的因素 偶然因素 偶然因素 比方说 我不是你 因为你沉淀多 阅历多 其实好像也不太差钱什么的 但是他们看不到早已经存在的小众市场其实不小的大量事实 他们也没有静下心来仔细观察互联网时代给市场带来的颠覆性的变化 其实大家都知道小众市场其实不小的例子就在你身边 比方说以前有一家进口食品企 就是靠进口食品企家的一号店 网上的一号店 看似非大众 但架不住全国各地的小众加起来仍然数量庞大 现在好像这个一号店已经被沃尔玛收购了 可见沃尔玛看中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小众市场 在互联网时代 人们的消费不断升级 产品对了 方法对了 小众市场完全有可能逐渐演变成大众 至少这个你眼中的小众市场养活你是不成问题的 历史经济学家有一个说法 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 人们的需求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就会越来越愿意消费文化 中国的人均GDP早就过了3000 据说现在已经到了8000多 如果你觉得这个变化来的还不太明显 那么我也表示同意 我也认为还不够理想 但是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将来一定还会超乎我们的想象 记住 人有了闲钱 就一定会成为一个文化的杂食者 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小众市场够不够大 而是你的产品是否有独特的文化 是否能够打动小众的心 大众市场很难传播理想 创造希望 消费大众产品的消费者通常就是冲着打折促销去的 并不是发自内心的选择 谈不上什么忠诚度 比方说矿泉水 小众市场则不同 消费者往往是被品牌背后的文化所吸引 对品牌有一种信心相惜的认同感 你将来要开的小店的目标人群 其实是散布在全国各地 散布在你所在的那个城市的各个角落 他们看起来很分散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让人们越来越追求 并实践着独立思考和个性的时代 他们都越来越渴望选择的多元化 如果你的产品附着了能够赢得他们认同的文化 就能够赢得他们的心 如果你的产品还能够真诚的 和实在的充分的延展出人们内心渴望的真善美 那么你的小众客人们可能还会帮你口口相传 我现在开的秤次梦想学校和新东方相比 和南墙技巧相比 当然是小众市场 因为咖啡本身现在就是小众市场 教人家开咖啡馆这件事情 没有多大市场 可是前两年预定秤次梦想学校课程得提前半年 好多人愿意交上订金等上几个月 这不正是说明我前面所说的 大众市场很难传播理想创造希望 而我在这个小众市场里面做到的 市场就给了我一个很公正的回报 我们身在互联网时代 这是我们的幸运 秤次现象可以说就是互联网现象 没有互联网的传播 不可能有参差的今天 互联网可以帮助我们利用微博 微信等网络工具 充分展示我们的特色 展示那些附着在我们产品上的文化 互联网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那就是你完全可以静下心来 认真挖掘如何把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做好 只要你做得足够好 只要你不排斥网络 善用网络 你根本不用担心传播的问题 可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并延续着非互联网思维 以为尽可能的去迎合大众才比较安全 那不仅大错特错 而且势必会失败 我在线下课堂上反复强调 大家需要做的 首先是挖掘自身的特色 然后把这些特色以不被人讨厌的方式 常常呈现在你的目标人群面前 要做到这一点 不需要你选一个很贵的门面 去赌那些所谓的人流量 你的目标人群可能分得很散 并不集中在某一个区域 你只需要时不时发微博和微信 哪怕今天没话可说 也要展示一下你自己 展示一下你的产品 包括你的小店的美好状态 也是好的 因为你分享的这种状态 就是你的认同者 喜欢和希望看到的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 你可以依赖的平台 他可以帮你找到那些 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小众 这些小众还可以通过这些平台 深入了解你 好感可不是靠演员 认同感的建立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就拿我来说 如果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个陌生人 我一定会翻看他几十页的微博 或者微信 把他的兴趣 爱好也好 价值观也好 都了解清楚 一个小店是需要和欢迎 被别人审视和慢慢了解的 被了解的结果是 如果他喜欢 那你就等于在聚集最忠诚的顾客 最后强调一下 小众市场甚至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 可不要告诉我 你那个城市就出了你那么一个爱生活的小怪物 像你这样的人 我不敢说满大街都是 但让一间特色小店活下去 甚至活得还不错 还是足够的 剩下来的问题就是 你的小店是不是真的有特色 这个特色呢 可以是一个过目不忘的名字 也可以是有格调的装修风格和环境 当然还可以是当地还没有的好产品 也可以是一个有故事的老板本人 也可以是一个漂亮又散解人意的老板娘 还可以是你的热爱和专注 当然也可以是其中好几项的综合 我几乎可以肯定 如果你的小店兼备了上面所有的特色 声音还是不好 那就一定是你没有善用网络 没有用心把它展示出来 最后再啰嗦几句 小众市场真的不小 这个想法肯定不只是适用于咖啡馆 它应该适用于很多的产品和服务 需求越来越多元化的时代正在来历 只要大家用心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好奇心 愿意进入那些看似非主流文化的小众领域 悉心观察正在产生和可能即将产生的社会需求 然后认真的加以提炼总结升华 然后敢于尝试着去用心满足它 市场一定会帮你证明 所谓的小众市场真的不小 我一直认为所谓的社会进步 就是边缘逐渐成为主流进而替代主流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年轻人都大有可为 好了文章非常长 我只练了一部分 这篇文章出自我前年的一本书 名字叫梦想是这样成真的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话题 我在线下课上几乎每一期都要求我们的学员们 在笔记本上要记下一句话 一个小店的经营过程 自始至终就是把一个陌生人变成回头客的过程 千万不要认为自己人脉广就跑去开店 靠消耗已有资源 也就是熟人朋友是绝对养不活一个店的 我们的小店必须要有一种造学功能 这个造学功能就是把陌生人变成回头客 从十几年前开始 我就在我的每一间店门口都写过这样的黑板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 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这段话是来自于圣经里面的西伯来书 我是想用这段话提醒我自己和我的同事 珍惜每一个走进来的客人 不可以怠慢任何一个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你小店的天使 我说这个可不是在传教 这么做在商业上是有理论支持的 前面的课程里面好像提到过客户的生命周期价值这个概念 其标准定义是 所谓客户的生命周期指的是一个客户对企业而言 有着类似生命一样的诞生 成长成熟衰老死亡的过程 具体到不同的行业对此有不同的详细定义 比如在电信行业 所谓的顾客生命周期指的就是电信顾客从成为客户开始产生消费 进而消费成长 然后消费稳定 然后在消费下降 最后离开这个网的过程 那么对我们的小店来说 这个概念适不适用呢 当然适用 每形成一个回头客 就有可能赢得他未来好几年在我这个店里面的消费 这可不就是天使吗 反过来 如果你能够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 让这个客人未来几年都安心 放心的在你这里享受产品和服务 那么对这个客人来讲 你提供的又何尝不是一种福利呢 对每一个小店主来讲 每一位走进店里的陌生客人 在你眼里都不应该是一个一致性消费 我们熟悉一点算一个账 比方还是来拿咖啡来讲 当你把第一杯价值25块钱的咖啡 递到客人手中的时候 你要想的是 如果我们能够从交流中赢得顾客的认同感 那么就有可能赢得未来五年 总共260个星期 每个星期两杯咖啡的长期消费 算一算那是500多杯咖啡 是1万多块钱 记得六年前 很多城市的粉丝 呼吁我们到他们的城市去开店 我都挽赢谢绝了 尤其是旅游城市 谢绝的原因是 我们趁吃咖啡一直是在非旅游目的地城市开店 我们做的一直就是回头客 经营的核心是产品质量 服务和良好的客户关系 而在旅游城市 旅游旺地做生意 那是做的游客生意 通常是一次性消费 一辈子可能都没有第二回 这样的地方和前面选址课程里面讲的道理一样 通常他们的租金都会很高 经营成本也很高 经营者被迫只能在产品的成本上压缩 他们的思维方式是 我做的是流量 很少会考虑客人 还会有什么二次消费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一个现象 通常在旅游旺地的商家 变换的都很快 有点击鼓传花的意识 一拨人赚了钱走了 另外一拨人认为有利可图 又把店面接下来 想继续赚快钱 如此一来 转让费越来越高 经营成本当然也就越来越高 那么商品呢 往往是拆强人意 至于消费者感受嘛 反正是一次性的过路客 商家可能也无所谓 所以我还是愿意在 非旅游目的地城市 老老实实经营我的回头客 正所谓细水长流 好了 结合之前的课程 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能够给客人一个理由 愿意经常来店里面消费 而且我们还能够意识到 每一个客人 都是潜在的终身消费者 哪怕是未来一两年 或者两三年的忠实消费者 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每一个客人 几乎就成了独立小店 永续与经营的核心了 大家注意 我这里讲的还是一些观念 因为观念是指导人的行为的 很多年前 我看过星巴克的创始人 霍华德 在他的自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 发自内心的善意 他人自能领会 我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 在我前面的观念的指引下 如何赢得回头客 其实是不需要技巧的 我们需要的是发自内心的善意 这一点 我相信每一位听众都有 只不过社会环境害得我们 有时候会犹豫 比如说 社会上有 什么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这一些旧的观念 我建议大家赶紧把它抛弃掉 赢得回头客的最佳方式 就是诚意 发自内心的诚意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下一集 我们讲小店用人 虽然我鼓励大家自雇佣 但是生意越来越好 我们当然还是可以 也需要要请人 那么该怎么做 下一集我们来讲解 敬请期待 谢谢大家 请期待